来 先生 快来 来 站起来 怎么可能啊 我们男人啊 会理财 您贵姓 免贵姓张 免贵姓张 谢谢 张先生 我们不但不烧包 我们会有条有理的理财的 您听听 我们男人是什么 我们顶天立立啊 我们有责任感 我们肩膀上承担着家庭责任感和国家责任感 至于理财那就更不在话下 你们女人呢 往往是 剪个芝麻 丢个西瓜 那心 比真别都小 你怎么能理财呢 我觉得呀 你们还是 应该是啊 洗衣做饭 刷锅洗碗 相扶教子 伺候丈夫 这是你们最大的责任 做一个掀起良母 对不对呀 男同胞伴 对 我们女人是做什么的吗 你们想在外面成家利益 干大事一样 后面没我们帮你收拾东西 收拾这收拾那的 还想理财你们 理什么呀 对不对 我来说两句 我同意张老师的意见 反对他们的观点 反对他们 今天您太太来了吗 我太太没来 那您就敞开了说吧 可以随便说 好吧 我坚决反对 这个家长女同志当 一个女的 这八年呀 这男的追他 最后你不同意 你就别同意 结了婚了 结了婚 从那开始都没男的 好事都过呀 这钱卡的呀 一分都不给男的兜里搁呀 外的社交啊 什么活动都没有啊 让这男的一点都没面子 男的活成那样 真是太没尊严了 是不是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 坚决不能让女人当家 我想问一下啊 这个 你跟你老公在一起的时候 你愿意给他留多少钱 我觉得男人在外 给他们是要留尊严的 多少钱呢 基本上一千块钱左右吧 一千块钱能买到什么尊严的呢 老公确实挺舞美加脸的 我说这个 应该是 男的 主家 女的不行 对 按我来说的 我们家就是我主家 嗯 就是什么呢 媳妇呢 好多事做不了主 还得男人做主 男子汉顶天立地 比如说 我老婆 我来家 吃饭他 他都得问我吃什么 你看 多的势力 买菜 得问我买什么 多的势力 哎 哎 嘴一二 就一二不好 每天我做饭 三顿饭 全是我的 哎呀 但是呢不怕 但是主事还是我的 大爷 你坐下吧 你坐下吧 我理解您这个了 家里小事归他负责 对 大事咱们说了算 没错 家里边四辈半没出过大事了 出不了 但是一二呢 都说那个妇女能顶半辈天 对 对吧 嗯 他顶不了整个的 真正的主家 还得是男人 大家同意吗 啊 这兄弟俩说的太对了